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都涨停板了 而且都手很大的单在里面 那投资人就会寻找说 或者市场上就有时候就一种 不管是小道消息就往他最上游去做 那新签昨天也涨停板了 那最有趣的是连那个多年没有动的什么粒粒粒棚 也跟着涨上来 事实上我还是强调这一些都搭不上边 美丽的误会让生产礼盒卡尺等印刷品的花王连标三根涨停 直到市场恍然大悟 周二跌停所死 真的很瞎 我觉得太夸张了 我们真的差一点点买 然后幸好有人发现 因为名字相同 容易让人买错的 还有联发科与联发纺织 而列在观光股的腕器 也常被误会为金融股 专家提醒 买股要看基本面 千万别跟风乱买 三地新闻终合报道